可是我想那個文字的部分應該也都一樣 那大家齁 我覺得我以前也是很害羞的 其實我是電腦室的人 資訊部的人 我是每天對著電腦 有時候一整天沒有坑一聲 沒有講話 那後來有一段時間我去當業務 因為我覺得我要改變一下 可是真的比較會聊 我說剛剛說的那個喇雷是因為當公民記者 因為我覺得我是 雖然我是有目的 雖然我是有目的我要去做採訪 可是我會把那個目的放在後面一點 就是說我們真的是在聊天 聊到一些什麼的點 因為有時候你也不認為他能 他能彈出一些什麼重點 你也還不知道 那有時候你一表態說你是記者 他就不要了 所以就是先聊 聊完以後他願意了 然後我會覺得大家 大家在聊的那個過程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訓練吧 也是一種訓練就是說 在那個聊的過程能不能談到一些 一些你要的東西 我講完 尤其是文字的部分 你文字你搞不好聊完就已經結束了 對嗎 你們已經談到一些點了 你只要再表達一下說我要採訪 然後再跟他確認一些事情 那你就結束了 只是我們影音可能又要在事後再 再用錄影的採訪 這個 這個 反而是 不一樣的做法 我想要問說公民記者跟部落客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部落客他也可以介紹一個景點 介紹一個人的生平 那跟公民記者的差別在哪 你講到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像我在社大其他社大上課 我們就常常看我們同學的東西來是旅遊的 旅遊的 旅遊的 那不然就是 就是家庭聚會的 你知道嗎 那這個東西我們要叫它是新聞嗎 沒有公共心嗎 我我我我倒也不覺得說一定要什麼公共心 而是說你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那個片子就是風景好漂亮 花很漂亮 這個湖水很漂亮 就是拍一些照片 甚至有些還是照片而已 然後逗一逗來給我們看對不對 然後他會說 欸這點漂亮這點漂亮這點漂亮 那我們在課堂上我們要談什麼 我們要談什麼 或者說你們家誰結婚誰訂婚那來 啊我又不認識你家裡的人 啊我要跟你聊什麼 就是我們在課堂上會看作品嘛 看看不管報導不管看影片 我們來看完我們是應該要有一些分享討論的啊 可是那個東西我們沒有 沒有 剛剛誰你要講話 我可不可以就是講一下我的自己的感覺 就是說其實啊我又要講我當初來報名大勝公司報錯班 對因為我只有看到前面的議題是環境保護 後面才有寫公民記者訓練班嘛 那所以環境議題這個是一個議題 然後公民記者他是一個手段 然後呢 部落格 跟在獨立媒體裡面設部落格 這是一個通路 這是一個通路 所以事實上這三件事情 就是說你可以 在獨立媒體 他是新聞網站的 因為如果在你的部落格 他不可能發成新聞啊 所以你必須在獨立媒體裡面設部落格 所以那個時候你是部落客 沒錯嘛 但是我發的議題 什麼都可以寫 所以說我不但現在同環詩的啊 對不對 我社會運動什麼什麼類的 各種各式各樣議題都有 我還寫詩咧 對不對 那通通可以寫啊 對啊 那所以說 事實上這三件事是 這個三個不同的東西 是要連結起來 我的東西 我必須在那個獨立媒體裡頭 他有機會 因為他有些時候是幫我發成新聞 如果沒有發成新聞 好歹你 因為你部落格有一點像是自己的房間 你自己房間你的東西不會出來啊 所以說他會幫你拉 就有點像百貨公司 他幫你把你的這個店 拉到拉比去 然後呢 因為有些通常我的寫的東西 如果他可以 他至少會拉到他的新聞網站的 公民連線首頁那裡去 我的能見度就有 那事實上我覺得說 目前為止啦 我覺得我寫的東西 我沒有設議題 我不會去設議題 我什麼都寫 然後呢 報紙也有副刊啊 所以我兩個部落格 一個是公民 公民新聞的 另外有一個叫 開講無講解 那裡我怕人家知道是我 所以我用筆名 所以我兩個都有 沒有 就這樣分享 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放在哪裡 我們待會談 就是說 你要寫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 分享後 讓人家可以 有意見 就變成新聞的心法 對 那假設 你要放 部落 部落客或 部落格 那OK啊 可是 你有沒有很有意 假設 像那個 某些人的臉書 都會有人去看了 然後 然後會發新聞喔 尤其是我認識的 我們常常在講 譬如說他寫一句話 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要變新聞 除非你已經是那樣的名人 人家會去 找你的臉書 部落格看 可是 假設 還不是的話 那 你可能 需要 丟哪裡 丟哪裡 甚至 甚至 投書啊 對不對 投書 假如你寫的OK的話 你就投書嘛 好 然後 你有自己的 額 固定 往哪裡丟 譬如說 像樞林 你都丟 心頭殼嘛 心頭殼不丟 就那裡是有人 對 那個環織才是要用丟 可是他會退我稿喔 呵呵呵 我講的是說 你有一個地方 我講的是一個新聞平台喔 新聞平台 就是說 當然環織他們要省一下嘛 對不對 省一下 然後甚至要 是不是要改 要改 可是那也是一個新聞平台啊 對 那 以 以現在來講 可以 自己丟了 就心頭殼嘛 Apple嘛 環織也是嘛 有些可能就是 其實環織是用投稿的嘛 對 對不對 假設啦 假設你寫好 你就放在你自己的部落格 然後 丟 丟 丟 某一個新聞平台 因為這個問題 很多人會問我 很多人問我說 欸我做了一個東西 我就丟YouTube啊 對啊 他覺得很好 丟YouTube 可是YouTube的問題是 我都會問他 你的東西有沒有人看 你是一個很有名的人嘛 那為什麼人家會跑到YouTube去看你的東西 或是你那個東西很獨家 然後馬上那個電視台 這個 引用自網友YouTube有沒有 那假如不是 你完全就沒有機會被看到 所以 那 那你是不是 還是有一個習慣 你就是 固定 你固定 往一個 某一個新聞平台去丟 你 你自己 覺得你喜歡哪一個新聞平台 然後 在那一邊 畢竟他是新聞平台 甚至都會有編輯台 甚至都有編輯台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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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像 新頭殼 有編輯台 會有時候幫你拉到主業去嘛 對不對 好 Pepple也都會有 Pepple的首頁就是 就是他會 每天都會看 甚至他還幫你做 做成新聞報 在電視播 在公視的電視播 這樣子 你就有多 你的新聞就有一個多一個 被看到的機會 那 從那一邊 網路再會連結到 你的部落格 那你這樣子 你就會慢慢累積 你部落格的 流量 或是你部落格 你部落格的知名度 譬如說 我們剛剛碰到住宿圈 住宿圈的部落格 就是很多人在看 甚至環保署都在看他的部落格 準備要回應 每次他寫 環保署就準備要回應了 好 而且 而且 因為 因為住宿圈 他現在叫 叫做 我們不敢稱他 叫公民記者 因為 他的成績不大 一樣 就是 其實他是一個獨立 獨立媒體 獨立記者 這樣子 所以 他上次的講法 就是說 很多人 會 就是說 需要邀稿 需要做一個 什麼 報導 都會先去看他的 部落格 他的 應該叫做 環境報導 他的 部落格 就叫環境報導 那在那邊 他就說 那個就是他累積 累積他的 credit的地方 看一看 那個 這麼多 這麼有影響力的 然後就會邀稿 所以他也幫很多 週刊 很多 什麼 我知道什麼 金週刊 商業週刊 什麼 很多 那這個就是 我們平常 平常 累積你自己 自己 那種 知名度的地方 不過 我覺得這個 談得有點遠 談得有點遠 就是說 也許我們的目的 並不是要像 住宿圈這樣子 因為 畢竟他還是專職 他還是專職的 他還是專職的 記者 因為他就是 算是一個 他是靠那個 做新聞為生的嘛 對不對 那 也許我們不是的時候 我們 呃 平常寫的東西 我們 最起碼 我們還是要去想 哪裡 可以 讓更多人看到 那 讓更多人看到的時候 就是我們 現有的一些方式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 完資啊 心頭殼啊 撇步啊 這已經都現有的 而且都已經 亂一段時間了 我們就 往這邊丟吧 不過我剛剛在講 再分享一個 剛剛那個 那個 小豬姐看到 我不是說 欸你輸什麼時候輸啊 欸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你知道嗎 因為 有同樣一個老闆 就是他會幫 你看 朱淑娟那麼大的 那麼有名的一個 獨立媒體人 對不對 他可以出書對不對 我們小小公民記者 也有人要找我出書 所以真的 不要想太刺激 真的 你不要偷笑啦 所以我剛剛跟 朱淑娟說 你比較小的 我們是嫉妒的笑 蛤 嫉妒的笑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就覺得這個 怎麼可能出得了書呢 可是 有人在找我 找我談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只要有累積啦 真的 你只要累積 而且是 額 就我剛剛提到的那個東西 是真的可以 引起一些討論的 對 而不是 我們講一個名字 叫Home Video 那個東西 所謂Home Video 就是 你們家 你們親戚 去玩 去聚會什麼 你去玩 你也可以彈出什麼東西啊 你去 譬如說你去玩 你知道 這個盒為什麼會髒髒的 或是這個樹為什麼會怎麼樣 那你就 所以 我常常講一句話 就是說 有公民記者在的地方 就會有公民心 對 真的是這樣子 寫法 就是說 就是說 最起碼我會帶相機啊 有時候會被DV啊 那帶著去 反正你看到什麼 你就 報導嘛 除非你時間不允許 要不然你就是在那邊 你就好好去 去瞭解那個事情 那可是我覺得 你假如這樣子 你平常 真的平常 你就要去 練習 然後我怎麼問你們啊 對不對 啊所以 我是故意帶你們過來 會撲梗 不是撲梗啊 就是說 就是說 我要帶你們走這一段 讓你們先去 看一下 所以我一開始 再問你們 到底看到什麼 你們觀察到什麼 這個就是 你要當一個 國民記者 我們說最最基本最基本的條件 假設啦 假設你這樣走過來 你完全沒有看到 什麼 東西 那你要拍什麼 你想報導什麼